是不是好久没有看到我的车了 今天折腾了一上午啊 终于把车给打着了 因为已经放了好几个月没动 电瓶都亏了 好了打着以后现在准备出发 今天是大连正月初十三 今天干嘛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龙灯啊 龙灯耍龙灯过年了 耍龙灯嘛 大家可能想到是江西龙灯比较有名嘛 其实我们湖北这边也有 这个习俗 耍龙灯的习俗 例如我们江对岸的黄庇 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 我曾经跑到黄庇的孝岸吧 孝岸那边 羊殿 那个地方去寻找龙灯的踪影啊 但是啥也没找到 今年放开了 所以我又想看龙灯了 今天准备开这个车去 然后待两天 刚才路过有个村庄已经开始搞起来了 这个一般都是自己村里面自己组织的 但也没有什么大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 我刚才路过那边停了很多车 但是乡村的路特别窄 我绕到另外一条路上面 然后把车停在这 然后我们赶紧赶紧回去看 在那边冒烟了 看到没 还能听到那个锣鼓声音 跑两步 跑两步 有龙 有凤 这有人结婚吗 你看好热闹啊 干嘛呀 一三块 三五块 中小节的花灯物馆 这没家没户 可能要出钱吧 早上 八百呀 三百呀 这个村里面集资的 然后请那种专业的队伍来演花灯 一出来一三八 哎呀 你在说话 好 对 七年都没有听到鞭炮的声音啊 哈哈 哈哈 这是黄皮的姜狮子也是非常有名的 很少见到见 我从来没见过的 五龙可能见过 但是姜狮子看的很少 现在是开光 起那个刀子开光 人越来越多了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好像大家都开始飞腾了 好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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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过来看隆登的 没想到看到了 好几年都没看到的最精华的姜狮子 黄皮这边比较盛行的 姜狮子是姜柱的姜 其实它也叫姜君与狮子 那个里面就是姜君 反正吴大刀的那个 可能会真的打人啊 它和北方的或者南方的舞狮不一样 跳动是那样跳的 你要是不懂的话 可能就像跳大仙一样的感觉 广东那边演的姜子叫醒狮子 而这边的姜子就比较感觉 就不是他自己本人 他是属于赋予上天的那神仙 赋予他的力量 他们叫下什么 就是上面的将军 附到烦人的身体上 然后他的举动就会 不受控制啊 任何感觉 古斯的一些人 他的名称 你也可以叫将军 也可以叫马脚 好像听他们周围的人都 叫马脚的居多一些 然后那个烟子呢 就可以熏 让他熏 就差不多叫失去意识 但是感觉起来就像 上面的神仙下凡一样的感觉 所以他们就会经常的炸鞭 我们今天就是五千条 一年之间就是三千条 好 三千条 四千条 五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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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千条 五千条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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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本人了 而且力大无穷 好几个人把他拦着拉着 然后他的行为已经不像这趟人 刚才拿着大刀到处砍 砍什么岸台啊 砍人啊 很有可能都会砍到你 所以还是蛮危险的 但是大家都还蛮开心的 也是一种喜庆祝福的意思 是吧 我感觉就像喝醉酒一样的感觉 那些小马 那些将军们 然后他们会围着村子 每家每户这样走一圈 然后大家会跟着他们一起往前走 时间还是挺长的 这小脸皮 这老脸人要办事啊 好像他要清醒了 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了 可以说话了 醒了 他醒了 然后这就叫姜狮子 醒狮子和姜狮子区别 大家看明白了没 然后大家现在恢复症状可以讲话了 恢复到理智了 一种状态 黄皮区有很多湾 很多村 他们都有自己的舞狮团队 还有活动 从正月12一直到16 都是黄皮区 还有孝桿 孝桿南 这边都是非常热闹的一个时候啊 从正月12一直到16 所以呢 我应该在这待两天 陆续就和大家分享一些 我从来没见过的一些场景 好吧 然后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姜狮子 晚上听说也挺热闹的 一直到凌晨一点都是她的一些活动 现在交通也舒缓了 也恢复正常了 OK OK 我们下次见了 嗯 看了还能不能发现什么 没见过的好玩意儿 过年特别热闹 拜拜